哈喽老体们今天给老体们更新一个啊 华为畅响9plus更换外屏 现在开始手出操作 首先这个手机要加热一下啊 然后加着这个屏幕把这个屏幕拆下来打点酒精 然后四周应一应啊 然后开始给它更换外屏 后面插住一部分慢慢的往外滑啊 然后用体滑开 中体打开一部分啊 就用卡片插进去啊 然后四周滑开 然后这样啊 旋转过来 方美可以看到啊 屏幕已经取下了 然后咱们开始把它后壳给它拆下来 后壳也是有一个缝隙啊 刀片插入一部分啊 然后打点酒精 然后啊 刀片滑动 然后用刀片滑开 记得后面是个胶的啊 非常容易打开 然后可以刀片卡片插入啊 然后旋转啊 然后打点酒精 打点酒精 中体这个后壳啊 它是个软的啊 可以慢慢的撕下来啊 不要用太大力 慢慢的撕下来就行 然后这个后壳取下后啊 它是有个指纹的啊 一定要小心一点 然后把这两个煤螺丝卸下来 把照后壳取下 然后咱们开始把螺丝取下 OK 将固定铁片取下 将指纹取下 后壳拿一边 开始把罩子上螺丝全部卸下来 固定铁片螺丝全部卸下 螺丝都要放整齐 卸的时候一定要放整齐 将罩子取下 放一边 咱们这一步将手机断电啊 兄弟们 打点酒精 把这个刀片插入啊 然后把这个电池取下来 一点一点的啊 取下电池 ok 电池拿下啊 放一边 屏幕排线啊 扣下 将屏幕取下 屏幕取下 中期上看一下上面的瓶摔的比较严重 咱们给它贴一张啊 贴一张膜啊 等待它分离的时候 出现掉玻璃渣 贴一张oc胶啊 把它沾一下啊 沾脑纹 然后开始分离 那开始分离了啊 放上开始分离 夹着吸着啊 用牙刷啊 把旁边的玻璃渣子刷一下 免得分离的时候啊 有玻璃渣子影响到屏幕损坏啊 出现花纹都是有可能的 清洗一下 先开始进钢丝啊 进一部分钢丝啊 这边也进点钢丝啊 然后开始振离的分 做个大保养 开始给它分离啊 兄弟们 来 钢丝断了 马上分离下来啊 注意下面啊 不要摁扯啊 先一边下钢丝啊 然后这边也下一点 ok 开始清洗一下内瓶的干胶啊 把它干胶擦掉 然后开始贴合新的干胶 干胶擦干净啊 然后开始贴合 注意插屏的时候不要挤太多的530清洗 省得要硬到内瓶里面去 到时候就难看了啊 开始贴贴上新的欧水胶啊 就是刚刚清洗的欧水胶 把它贴上啊 然后 两边多余的胶用刀片清理掉啊 可以兄弟们 清洗完毕的样子啊 内瓶就这样 ok 兄弟们 咱们现在开始内外瓶贴合啊 现在开始内外瓶贴合 开始泰和经验定位啊 现在开始手手操作 把这个膜揭开啊 然后里面就双面胶了啊 现在开始啊 内外瓶定位贴合 完美 完美贴合成功啊 放入机器开始贴合 正在贴合 耐心等待 非常到位 等待出锅 ok 等待出锅 总体上还是算行的 咱们开始出炮 启动 三分钟左右 ok 开始打胶装屏啊 兄弟们 安装刚刚压好的屏幕总成开始安装 可以将手机反过来把排线扣上 安装电池 扣子扣上 保护罩装回 安装所有螺丝 安装后壳指纹扣上 罩子装回 螺丝打回 两个螺丝 打上胶啊 后壳开始扣上 ok 将后壳扣上 完完美美 开机测试啊 耐心等待 完美 双击 666 等待开机 ok 完美修复老铁门 双击 666 没毛病 密码咱也不知道啊 密码咱也不知道啊 完美 完美 双击 666